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圣殿和城墙都已经建造完毕 但百姓并没有以为满足 因为他们仍在罪恶 苦难当中 因此他们呼求神怜悯和重视 圣经中的救赎历史 使到百姓里面有了更深的恢复 他们不但重新认识了神 也重新认识了自己 承认神始终是自大 智能 自可畏 守约 施慈爱的神 弟兄姐妹 今天的祷告事项是 一 为着这个世代不足的祷告 让我们全心全意转向神 第二 求主在基督徒家庭居守卫 设立家庭祭坛 使人遇见神 三 为属灵的家 教会 祷告 信徒有共同的使命 同心兴旺神的家 让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一起开生 为这以上的思想来到祷告 自大 智能 自可畏 守约 施慈爱的神啊 我们要为着这个世代向祢发出祷告 主啊 让我们全心全意回转向祢 远离拜偶像的罪 和对主不忠心的罪 从自我和骄傲里面来到转向祢 使我们不再活在自责和恐慌里面 今天我们要真实地向祢悔改 求主在全地上长完全 求主向我们仰脸 赐下祢的平安 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 让仇敌在这地上无份 无权 无纪念 我们祷告神 祢的平安 进入到这个世代 让世世代代有神的眷顾与赐福 亲爱的主耶稣也求祢在基督徒家中居守位 设立家庭祭坛 使人遇见神 全世界都在经历疫情的影响下 父母和子女也可能会为这种种压力 而进入到冷战的理念 求主让每一个家庭夫妻之间的关系 儿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 能够重新地被修复 重新得医治 神让祢的爱大大的充满他们 让他们在家中设立祭坛 以持续祷告等候来寻求祢 主啊 求祢立宝座在每一个的家庭里面 让人以祢为中心 我们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将我们的家分别为圣 活出福音美好的见证 主啊 我们要为这属灵的家 教会来到祷告 求主赐下共同的使命 一起同心信望神的家 主耶稣我们要感谢祢 因为祢 我们拥有了共同的生命 来自耶稣基督的生命 我们有了共同的使命 就是要兴旺神 祢的家恩典堂 求祢加力量与主任牧师 及领导团队 牧者与同工 让他们在面对疫情 所带来的难题和调整 教会实体崇拜的运作 教会一切的活动 社区福音的拓展 主啊 让我们靠着祢 都有充分的智慧来处理 主啊 在教会里面 让神祢的儿女 能够彼此相顾相爱 一起的来到敬拜 来到学习和祷告 主啊 借着祢的爱 将弟兄姐妹 更加的牢固的聚集在一起 高举基督荣耀 伟大的圣名 主我们谢谢祢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祷告 Amen 弟兄姐妹 我们鼓励你继续的阅读 今天爱新加坡40天的 祷告资料 并且鼓励大家 以小组的形式 一起的祷告 愿神赐福于你 我们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